地图类型的QR Code 打开QTQR之后 我们在选择资料形态的这个选单里面 最后面这个叫做地理位置 点选了之后呢 我们看得到这边是维度跟精度 所以我们需要这两个参数 才能够制作出一张包含有地理位置的这个QR Code 那我们可以利用Google的地图服务 来协助我们做到这个事情 首先呢我们在搜寻的地方 我们把我们所要找的目的地位置 把他的地址或者是他的这个资料呢 输入进去之后做一个搜寻 那找到了之后呢 我们只要在这上面按滑鼠的右键 选择这是哪里 那我们看到搜寻列这里 原本是地址 现在呢已经变成了维度跟精度的一个资料了 所以呢我们把前面的这一串数字 我们先把它复制起来 回到QDQR来做一个贴上 那接着呢我们再到这边 把后面这一串数字也复制起来 那回到这边做一个贴上 那很快的我们就完成了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 包含地图资料的这个QR Code 那接着呢我们就是把它做一个存档的动作 我们输入了档名之后按一下储存 那这边告诉我们已经存档成功了 那这种所谓的地图类型的QR Code呢 它在读取的时候啊 会有一些不同的互动式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读取的动作 从档案 就是这一张 做一个开启 那因为它包含的是有精维度的资料 所以呢它直接问我们说 是不是要用Google地图来做一个开启 那如果我们按下4之后呢 它立刻呢就会直接打开 连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目的地区了 那甚至于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的 利用规划路线来协助我们 找出如何到达这个指定地点的 这一个路线 或者是交通工具 非常的方便